好 歡迎你回到新聞大白話 霸捷的投票倒數48小時 黃捷的答辯書曝光了 他說自己擔任議員 兩年完全都是孤軍奮戰 沒有黨派奧援 而且還哭了兩個小時 你可以看到他很難受 他說我一個人在議會裡頭 都沒有黨派來奧援我 我自己盡力完成工作 這件事情聽到習日的 同黨同志的耳裡 真的是非常的心酸 包括了陳娇華 你可以聽到他的回應是什麼 他說黃捷可能在退黨之後 就完完全全忘記了 我們當初在競選的時候 如何所有的義工出錢 出力給他的援助 而在議會裡頭 不要忘了還有三民區的 林餘凱來支撐 難道黃捷是這個毛哥 毛哥 高雄現在的狀況怎麼樣 高雄今天罷免黃捷的這個 連署發起的整個義工團隊 大家已經去控告 就是關於蔡英文跟他整個民進黨 動用整個黨政資源鋪天蓋地 壓下來鳳山想要重新控制 等於在掐脖子那種感覺 為什麼這麼說 大家還記不記得那些霸凌國家隊 就他們開始又重新回到鳳山高雄的時候 馬上掛起那種不曉得一幅 一個月要幾十萬的大海報大看板 在反罷免 然後整個壓制的力量就下來 你就可以看到整個民進黨 現在整個的狀況 為什麼人家會需要告你蔡英文 因為你親自指示民進黨對於反罷免 要拿出一條戰法跟一個態度 大家真的很納悶 現在全台灣人 每個人都共同有缺一個東西 叫做疫苗 但你給我們的 是毒豬 毒牛 毒內臟 老百姓沒有對不起你來豬黨 所以這一次 你不這樣子鋪天開地的壓大家 本來很多鳳山人不見得想要出門 去投這個同意罷免票 但就因為你蔡英文來了這一套 你又從台北調動了多少權貴 全省要找多少力量回去控制鳳山 掐著你的脖子 等於在強冠你要吞這個瘦肉精 毒株的這種感覺 鳳山人真的不是塑膠做的 我們不是塑膠做的 這一次全台灣都在看 看黃捷怎麼樣支持惡果 民進黨怎麼樣獲得民意的反撲 這個事情絕對是真的 但是不是要看他表演 一哭二鬧三上吊 全台灣要看的是 怎麼樣民意獲得聲張 怎麼樣罷免權 罷免權大家知道 他跟選舉權在憲法上的天平 秤起來是一樣重的東西 所以我們要讓大家 透過這一堂民主的公民課 好好的學會 我們自己老百姓 為什麼叫中華民國的那個民 就是直接民權 就是主權在民 你必須醒過來 要不然這些噁心的政客 騙完選票騙鈔票 一樣 誰上來都給你在那邊裝 他只要演技好 只要夠會說謊 他就可以在那邊吃香喝辣 選舉到了 就催動你的政客妄想症 然後讓你自以為 你是藍的或綠的 我請問一下 你生下來又不是阿凡達 你又不是史瑞克 你為什麼要自以為 你是藍的或綠的 你要當個自由人 知道主權在民 直接民權 同意罷免黃捷 這個事情能夠讓政客醒過來 不要再比爛 不要再比說謊 必須選賢與能 所以你看黃捷 剛剛鏡頭上可以看到 好多人過去來幫他站台 陪他掃街 你可以看到好多的車隊經過 不知道的人 還以為黃捷在選總統 這陣仗真的非常大 不過黃捷一方面享受 這樣子的資源 另外一方面又說 他是一個人孤軍奮戰 是不是有一點點在 把實力當作免洗塊 其實以時代力量的狀況 說免洗塊都太客氣 是免洗塊外面那個塑膠袋 這麼慘 我這樣免洗塊 你還可以拿來夾菜對不對 但那個塑膠袋 你拿來幹嘛 沒有辦法 什麼用都沒有 所以黃捷 我個人用邏輯分析 就我毫無情感 我就是冷性 我就人渣 怎麼樣 我就是一點也不感恩 覺得這樣子對待實力 剛剛好而已 你還要奢望他什麼感恩 記得你要怎麼樣 你想太多 但我跟各位講 我也順便提起黃捷 時代力量是免洗塊 外面那層塑膠套 民進黨可不是 民進黨今天連 我這樣講這很扯 我都覺得很鳥了 基隆的議員 台中的議員 通通跑來湊熱 人家張志豪了不得 他可是自稱是總統的 文膽的男人 他都特別從基隆下來 基隆下來要到台北做高條 我不知道他怎麼下來的 一個台灣頭 一個台灣尾 對 你看如果他像呱吉一樣 騎腳踏車 可能一天多才能到 他都來了 我們這樣講 民進黨現在已經完全進入 民進農耕隊模式 就是全部人都下來收割了 有沒有 各地一方有難 八方收割 現在各地來 都是一個一個將來要算回來的 我們這樣講 農農都來 然後余天也來 余天要花他打電動手遊的時間 來幫你站台 高鐵上面也可以打 不是 那下來站的時候 總不能一邊在那邊打 請大家支持黃捷 你怎麼知道沒有 反報就有 對 我跟你講 手遊一刻值千金 連余天都把他寶貝的打電動時間 拿來支持黃捷的時候 我們這樣講 請問黃捷以後怎麼還 我們直接問 毛哥很清楚 民進黨是很明確的一個兄弟會 有沒有 亂我兄弟者必殺之 現在已經有投名狀了 你投名狀嚇下去 我今天從上到黨主席 我們昨天有沒有笑過 就是入口7點就佔一排民進黨議員 看了鬼 你自己議會開議審預算 11點都湊不齊 結果現在7點都早起 你要讓這些議員早起 你將來人家在你死亡筆記本上 要寫多少筆 今日未挺黃捷 我比平常早起4小時 可惡 黃捷日後要怎麼還 我跟你講 黃捷肝膽塗地都不夠還 因為這是整個民進黨在挺你 民進黨 但我明白民進黨背後目的 他希望說以後這個罷免 我們先殺殺罷免方的銳氣 然後以後 我們以後就可以拿這個東西 來救吳思瑤 救吳思瑤 沒有要救陳柏惟 先講清楚 救吳思瑤 所以他全黨都下來 連台北市黨部主委都下來 你看 還講錯話 他還以為他是台北市議員 歡迎黃捷來台北市議員 留在台北市議會 留在台北市議會 當台北市議員 這句話會成真 我跟你講 因為黃捷自己已經刪掉 永遠留在高雄那個永遠 所以你也不能 就是人家自在千里 所以我們還是 最後還是講白了 時代力量真的是好欺負 現在連陳焦華出來講一講 也沒什麼效 因為時代力量的支持度 也已經不知道跑到哪裡去 下一次做政黨票的時候 不知道能不能選出 三分之一個立委 看起來恐怕不行 可是必須講 我們台灣人最注重的 就是人情義理 尤其是高雄人 大家不要忘記 如果你做人都不成功 你怎麼做其他的事情 大家要提醒一下 黃捷小妹妹 你記得嗎 當初2018年 你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所有時代力量的義工 爸爸媽媽 哥哥姐姐 阿伯阿姨 幫你什麼 你腳下採的肥皂香 就是一個已故的志工 親手做的 許多物資都是很多人 從屏東載過來 為什麼 因為屏東那時候有一個議員 他退選了 麥克風 都是大家一人一千湊出來的 連你自己的保證金 競選的保證金的經費 都有大家一塊錢一塊錢的捐出來 難道這些恩情 你都可以不記得了 現在有大黨了 有大黨出來你就挖過去 西瓜威大便 我相信高雄人很討厭這樣的人 這絕對是 我覺得錢志姐講到一個重點 黃捷大家還記得 他怎麼離開時代力量的嗎 他是養人頭黨員被抓包 養人頭黨員被抓包 現在這個案子還在法院裡面 黃捷養人頭黨員被抓包 二十幾歲的人就會來這一套 這麼將綱 這麼噁心的事情 犯法的事情他都敢做 然後裝得沒有事情 然後還建設回家 退出時代力量 這個人吃乾媽淨不在話下 他採著那個肥皂箱 自從被時代力量講出來說 你採那個肥皂箱 是我們以前已經一個 走調的支持者替你做的 你怎麼可以這樣忘恩負義 講了這句話之後 黃捷再也不採那個肥皂箱 這意思是不是 本大小姐無限力 我就不用 黃捷可不可以交代一下 當你們的時候很刺眼的時候 時代力量每年的政黨補助款 撥到高雄你們用了多少 你自己花了多少 你們時代力量關起來炒的 不就也就是要抓那些資源 現在大家一言不合 拆火了 然後你直接倒到民進黨那邊去 民進黨看了這種 這麼白骨的人 人家心裡頭不會怕嗎 民進黨是剛畢業的 還是民進黨真的是 很純情派的是不是 你要知道 是 高雄現在鳳山大家在講 黃捷如果大尾 地鐵就會衰尾 我們講這個話 許智傑也不用覺得不開心 也不用爽甲痛 我們真的還是呼籲綠的選民 你們思考一下 黃捷如果大尾 新潮流許智傑大概就沒得混了 所以挺智傑罷黃捷 是一個可以思考點 這也沒有什麼意識形態 反正你們民進黨這樣壓下來 只是要說我們盡了力了 我們會怎麼樣 但是你中央跟地方 你在整個瘦肉精 整個萊克多班綁下來 整個毒食要大家吞的時候 這些地方的政治人物 被你捆綁成一個共犯結構 現在站在路邊的這些 難道不是嗎 全部都是背叛選民 他們當選的時候 跟他們的政見裡面 哪一條有告訴選民說 我當選以後 要餵你吃毒豬 毒牛 毒內臟 而且我要你吞了之後 你不能回頭怪我 哪一個有這樣講過 全部每一個 都是在背叛選民的 那現在整個共犯結構出來 社會大法 然後大家說不行 我們要同意罷免黃捷 我們要找回一個乾淨 稍微乾淨一點的政治 民進黨不肯 萊豬黨不肯 這真的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不過我們現在也歡迎 來 violet 來 yum 居然晚רים